商店闯入几名劫匪,他们开枪打死了店长和他的老婆。 当晚几名劫匪先后在家中丧命,然而并非店长的儿女所为,究竟是谁在为他复仇呢?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,木雕酋长。 在一个偏远的印第安小镇上有一个小商店,门口立着一个木雕酋长, 店长每天都要擦拭好几遍,完全把他当成老伙伴。 小店开了快有30年了,以前镇上经济繁荣,店长靠开店娶了老婆养大儿女。 如今年轻人都跑到大城市了,镇子一潭死水,根本就挣不到几个钱。 偏偏店长还是一个老好人,只要镇上的人一来说账,他从不拒绝。 老婆看不下去,劝他干脆关门退休算了,再这样下去,连棺材本都要赔出去。 但店长觉得镇上的人需要他,他不能这么做。 正说着老朋友本杰明来了,本杰明每次来都是来说账的,店长老婆没给他好脸色, 告诫店长不要说太贵的东西给他,因为本杰明已经欠下他们家太多账了。 然而这次本杰明并不是来说账的,而是带来了一包珠宝。 原来本地人因欠下店长太多债而感到羞愧, 但是他们一时半会儿又还不起,所以每家每户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凑了出来。 由本杰明作为代表交给店长作为抵押,并做出保证, 要是在秋天之前他们没有能够还清债务,这些珠宝就全部归店长了。 店长看着这些珠宝十分震撼,就连店长老婆也大为感动。 店长表示心意他领了,但他不能收下这些东西。 本杰明说,只有店长收下这些东西,他们才算是欠款,而不是在乞讨。 店长最终不得不收下了这些东西。 当本杰明离开的时候,店长老婆已经患了一副态度, 他也为这些本地人的尊严所折服。 然而本杰明前脚刚走,后脚店里就来了几名劫匪, 其中一名还是本杰明的侄儿山姆。 他们不由分说掠夺店里的东西,还抢走了店长所有的钱, 店长十分恼怒,但无奈杰匪手里有枪,只能任由他们动作。 然而,抢完钱,杰匪还不满足,让店长交出刚刚得到的珠宝, 要不然就杀了他老婆,店长不肯,因为这些东西现在还不属于他。 没想到山姆直接开枪打死了他的老婆,最后残忍地把店长也杀了。 几人杀完人之后,拿着珠宝逃之夭夭,离开前还打碎了店铺玻璃, 并朝门口的木雕酋长开了一枪。 然而,他们没有料到的是,他们走后,木雕酋长居然冬了起来, 仇恨的力量让酋长复活了,他发出一声悲愤的怒吼, 绝技要为店长报仇写恨。 另外一边,几人分别回到家中收拾行李,准备连夜逃往好莱坞。 原来山姆一直梦想当个大明星,这笔钱就是他去好莱坞的路费。 小胖回到家中,收拾完无所事事地看起了电视节目, 等待另外两人来接自己。 突然,两只利剑飞来,射穿了他的身躯,小胖就这样量了。 另一边,一个劫匪收拾完正准备开车去接两人, 来到停车场却发现他的车变得粉碎。 这下完蛋了,去不了好莱坞了,到底是哪个混蛋干的? 就在他愤怒的时候,酋长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, 掘起斧头,砍了下去。 接连两个劫匪殒命,酋长来到最后的山姆家。 然而山姆十分警觉,他发现了酋长,并朝酋长开了几枪。 但酋长是木头做的,根本就不怕枪击。 他拿着刀将酋母堵进了卫生间,酋母想从窗口逃走。 酋长打破通风道,抓住他,拽住他引以为傲的长发,直接将他的头皮割了下来。 第二天,本杰明醒来,发现珠宝就放在自己身边。 他立马感到大事不妙,赶紧来到了小店,看到酋长的手上还拽着山姆的头皮。 他顿时明白了一切,他向老店长致敬告别,宽慰了他的亡灵。 木条酋长来自1987版《鬼作秀》,是很多8090后小伙伴的童年阴影,也是很多人的恐怖启蒙电影。 虽然人们常说好人没好报,而坏人活得逍遥快活,但不得不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。 他们依靠自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,并且通过做好事帮助他人,这不仅能让他们得到心灵上的洗涤,还会因此得到他人感恩的回馈。 然而真正的坏人不仅要遭受良心上的谴责,还会被社会和法律所制裁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点赞,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。